多倫多市會表揚去年在北約克科車襲擊和希臘街的槍擊案當中 警察、消防及緊急救護人員的貢獻 記者劉少林報導 多倫多市長莊德里今早向警隊、消防、緊急救護及公車局代表頒發感謝莊 參與他們在去年兩宗大型襲擊案件中對社區的貢獻 去年4月23日北約克Yung and Finch貨車襲擊導致10人死亡、16人嚴重受傷 隨後Danforth希臘街的槍擊案就奪去兩人的生命、13人受傷 市議會行政委員會今天亦有討論社區安全及槍械管制問題 希望告訴聯邦政府他們希望能夠禁槍 因為最近暴力事件發生太多了 希望他們能夠將驗管的發倉牌各樣 亦都向省府要求他們能夠買那些子彈 今天在市議會的門外就見到工作人員正在忙碌而除 昨天帶巡遊的器材 新時代電視記者劉少林報導 到 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